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小明知加拿大乐生活 带你体验一个不一样的加拿大 最近很多朋友跟我说 他们听说就是五月份以来 这个学签还有陪读签 它的拒签率是上升了很多 后来呢 我跟这边的那个移民顾问 留学顾问也联系了一下 确实在最近他们做的一些个case 确实有很多留学啊陪读啊被拒签了 我相信大概原因就有两个 一个来说 确实在我的视频的这个影响下 提交学签和陪读签的申请的人数呢 应该说是一下子暴增了 移民局之前呢 它的手势应该是很松的 所以说基本上95%以上的申请的 它都是批过了 批的太多了之后呢 一定会适得其反 后面的话呢 就会收得很紧了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大家都知道移民局它一定会有一个目标 它不是说无限制的批下去 不是说来一万份那个申请 它就一万份的符合要求 它一万份就都批了 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它会跟去年的同期数字进行一个对比 比如说去年同期有 提交了一百份申请 那你今年提交了一百二十份申请 这个是正常对吧 那它也就是按照正常流程来批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说去年提交了一百份申请 然后今年突然来了三百份申请 那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它移民局肯定就会开始卡 会卡得很紧 对吧 当然了对于前期的 比如说前一百五十个 前一百二十个这个这个case 它是一定肯定手还是会很松的 就是该批就批 然后不该批的可能也都批了 对吧 但是对于后面来的这一些 后面的一百五十个case 那可能不该批的肯定是不会批 该批的它可能也会考虑考虑 甚至就要把就是说这种条件啊什么 我也不是说肯定就会拒你 但是这种条件它肯定就会是加得很高了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不管是你走小孩的学迁 成人的留学 或者说是移民也好 尽量趁早好吗 一定要都要赶在别人前面 如果大家都来了千军万马走独木桥 那我告诉你这个东西肯定就会变得很难 那我们这样吧 我觉得如果你看到我这条视频发布的时间 然后你是在三个月之后看到的 那我觉得你就应该考虑一下到底是不是要按照这个视频来走 就打比方吧 假如我这个视频 我说大家要去走那个小孩读书父母陪读 现在这是个比较好的方式 然后我一月一号发的这条视频 如果你在两月份看到 OK你可以去做 三月份看到也许你还是可以去做 但是如果从四月份你再看到这条视频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还要这样去做 因为在你前面已经有很多人去提交这个申请了 对吧 你现在再去提交 会不会造成一个那个案例太多的一个问题 案例一旦多了 那移民局可能他就不会那么手下留情了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时间点的问题 也就是说其实你要申请九月份的学签 最晚最晚你的申请时间是在三四月份 不能够再晚了 你九月份开学 那你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八月初 七月底八月初你就必须要登录了 对吧 因为你要给自己一个月的时间要进行隔离 然后要settle down 要去熟悉这边的环境 把该买的东西都买了 对吧 这一个月是至少的时间 也就是说你八月一号就要登录了 那你想一想 如果你五月份 甚至五月末六月初去提交这个申请 那到八月份才只有多长时间 才只有两个月 如果你是五月底 到你八月一号 比如说你要登录加拿大 那就只剩下六月份七月份 就这两个月的时间 那你想一想 如果这个时候你把申请递交上去了 如果我是移民局的签证官 我也觉得说你这个是有问题 现在移民局的官网上说的很清楚 他批这个学签 和陪读签 那么就要五四个月五个月甚至六个月的时间 你现在还剩下两个月了 你你把这个申请交上来 那你是什么意思呢 就虽然他网站上说是说四个月五个月对吧 但是实际情况下也有就像我说我碰到很多很多的case 都是最快甚至三个礼拜就出签了 一般情况下一个半月两个月三个月也都出签了 最晚三个月四个月也都出签了 但是你五月份才递交上去申请 八月份你要登录加拿大才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对吧 就是就是你是在逼宫的 你是在逼移民局说你 我现在我九月份要去上学 所以我八月份要登陆加拿大 所以你必须在一个礼拜之内给我批下来 你就是你你最最慢最慢一个月一定要给我批下来 所以就是说这个timing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在五月 就是说进入五月之后再递交这个申请 其实就很不合适 其实就是说五月份六月份这个时候 可以开始甚至递交明年两月份的申请了 我觉得这个才是给自己一个足够的时间 对吧 你现在要去递交九月份的申请 就是真的是很莫名其妙 好吧 如果我作为移民官 我也会对你的那个动机 或者说至少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你准备不足吧 对吧 在这个方面 那既然你你要来加拿大 那你如果都是个很临时的决定 你准备不足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就签 被拒签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是吧 所以说还是基本上基于这两个方面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大家会看到这个学签和陪助签拒签率是上升的很快 但我相信啊 我还是相信那句话 如果明年两月份的那个学签的申请 或者说是明年九月份 我顺便说一句在这里 明年九月份 如果你要申请学签跟陪读签 他的卡尔加利教育局的开放时间是今年十月底 就是说从今年十月底 十月初开始 你才可以申请卡尔加利这边的那个学校 所以我先把话先放在这了 到时候大家不要再怪我 说什么自己申请不到这种事情 去年就是因为 就是有很多人都申请卡尔加利这边的学校嘛 然后卡尔加利教育局其实也没有给国际学生留那么多的空间 所以到后来就 就变成很多人就不得不申请那些基督教的学校呀 教会学校呀 或者说是那些那个私立学校 但是今年大家就是要趁早 就十月底 十一月月初的时候就会 卡尔加利教育局就会开放那个小学中学的申请 是很真心诚意的 希望给大家一些建议 做什么事情 特别是移民留学 就像我之前说的一定要趁早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不要千军万马去读木桥 这个事情大家呢 也应该要三思要考虑一下 之前为什么说曼省留学不靠谱 因为曼省它本来就是个经济非常差的地方 它一没有卡尔加利阿尔波塔省这边的能源 对吧 二它又没有洛基山 也没有这边的旅游 三它又不像卡尔加利这边税那么低 所以它也不是一个购物的地方 就是说你要说曼省有什么 我觉得我真的是想不出来 它现在唯一的优势也就是它的一个 就是说在移民方面的一个政策有失 你从过去两年来说 你看你碰到任何一个移民中介也好 80% 90%都会给你推荐说曼省的移民 那之后就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都去了曼省 它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很差的地方 那结果会怎么样 对吧 那你即便是找到一个很好的专业 即便是从他那边毕业了之后 接下来呢 你又找不到工作 你还是会要遇到这个问题 你不仅是要跟本地人竞争 还要跟其他很多的国籍生竞争 对吧 而且曼省它的资源本来就是只有这么一点 它的雇主 它的那些工作机会本来就只有这么一些 对吧 那你到最后又要进入一个找中介 去买雇主 进行雇主担保这样一个轮回 所以说我不是说曼省有什么问题 我只是说大家真的 如果所有的人都想去曼省的话 那就要三思而后行 来卡尔加里也是同样道理 我觉得卡尔加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对吧 这是我肯定我已经说过卡尔加里的优点 我可以说出1234567来 但问题是如果大家都选择 来卡尔加里申请学签 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都想来卡尔加里做旅转学 都想来卡尔加里做小孩做学签 然后父母做陪读签 就像我说了 如果你早那还好 如果你晚的话 那我建议你也要三四一下 或者说就干脆就申请下个学期 人一旦多了之后 大家都来申请 这个申请量上去了 但是它的配额还在那边 应该说它所有的资源 所能够承受的能力 也摆在那边 你一下子跟去年或者前年同期数据比 如果你增长得很快 大家都往一个城市涌的话 确实会出现问题 所以其实我是建议大家都采取这种 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一个方式 现在就说我是比较主张大家说 你想做旅转学可以 疫情之后 对吧 你想要小孩读书 父母陪读可以 也没问题 甚至现在我是觉得说 走雇主担保也可以 对吧 哪怕是去到BC省 到安省 到萨省 到曼省 到阿省 卡尔加利 埃德蒙顿 如果大家都走一个方式 再好的就是说政策 到后来都是会被玩坏 就跟以前旅转学是一个样子 比如说我这边知道了 有孩子读书 父母陪读的一个case 有很多的话 可能我后面就会建议 更多的建议 同样情况之下 既可以走孩子读书 父母陪读 也可以走雇主担保的人 我会建议他走雇主担保 大家都要走一个方式的话 其实对后面的人来说 是会很不公平的 好吧 那我就跟大家 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 现在在Costco的停车厂 只是我突然想到两件事情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大家在11天的隔离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一定要先把物资备足 是吧 如果实在不行 这边也有很多的 就是那个快递 不是快递了 就是送餐服务 像老外的有Uber Eats 有Doordash 其实Doordash也是 也是几个中国学生创立的 在斯坦福 但是现在感觉更像是一个老外的 快餐服务吧 中国人的快餐服务有饭团 有一个叫Panda Express 所以如果大家想换个口味啊 然后点餐都挺好的 但是我想吐槽一下Panda Express 昨天我点了大股米线 就是那个黄渤代言那个 然后我跟他说是五点半送 最后四点半给我送来 然后我都疯了好吗 如果我说我五点半送 那你五点一刻送来也就算了 那四点半送来太过分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大家在点送餐配餐服务的时候 如果可以给小费 还是尽量应该是要给 请大家还是尊重这里的习俗 而且很多外卖的送餐员 其实也挺辛苦的 虽然开着车 但是基本都是赶时间嘛 所以大家能给小费 还是要给一点对吧 但是如果五点半送到的 该五点半送 四点半就送到 那就不要给小费了 我觉得这太过分了 第二点就是很多人 之前都看到我视频里边 在拍房子的时候 有雪啊什么的 这个其实因为我拍房子视频 很多都是存着的 其实就是很早之前拍的 有的是一月份 两月份 三月份四月份都有 对最早的时候 甚至两月份一月份拍的 现在存货都还在 还没发出来呢 所以如果看到有雪 外或者外面再下雪 大家也不要惊讶 是这个样子的好吧 很多人都说啊 六月份了 卡尔加里还在 还有雪 不是啊 绝对 绝对不是这样 不要搞错好吗 请记得点赞 订阅 转发 谢谢